因为一部剧建一个影视基地 这样的情况现在很常见 据统计全国正在运营的影视基地超过100个 其中投资过亿规模较大的超过30个 在浙江东洋的恒电 宁波象山 江苏无锡 河北卓州等等 很多地方都有产业链条完整的影视基地 但是单凭一部电影或者一部电视剧建起来的文化地产 之后该如何发展 依靠旅游这样一种单一的盈利模式 是否能够支撑未来的增长呢 我们继续来看记者的采访报道 近几年不断有地方引进资本建立影视基地 但是我们仍然时常看到 每年都有不少影视基地倒闭的新闻 据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的统计 目前我国现有的100多个影视基地中 能够盈利的不到10% 而能盈亏相抵的也在10%左右 剩下近80%的影视基地处于亏损状态 这个资本进来的这个专业性的 这个组织机构少 这种的管控的这个能力啊 或者管控很规范的东西又少 所以资本进来了以后 停留的时间并不长 这可能对这个整体文化地产 包括影视这个行业的这个冲击 它多少都是受到这个影响的 不仅是小的影视基地生存困难 大的影视基地也存在发展瓶颈 都是街拍古装戏 民国戏 同质化竞争日趋严重 比如说美国 欧洲的摄影棚 最大面积是5000平方 然后呢我们国内做8000平方 号称世界第一 没有就是真正去理解 对吧 去研究这个产业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 它到底需要多少面积的摄影棚 所以我觉得实际上是什么 他们做不成功 对吧 很大一部分是没有真正回绕这个 产业的核心去研究 去配置它 目前影视基地营收来源很单一 80%到90%还是依靠旅游 但是如果没有好的剧组进驻 带来好的IP 旅游产业也无法支撑 所以如何吸引优质剧组团队 到影视基地来拍戏 带来更好的IP和流量 是影视基地发展的核心 基地完整的生态产业链至关重要 你只要搭景就需要摄影棚 除了摄影棚之外 你还是需要一个生态 有群众员也是一种生态 是吧 影视设施组的餐饮配套 也是生态 酒店服务也是生态 你在这个生态里头 你就好做事 你缺这个少那个 你没有这个生态 你就不好做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